中期时间11月21日早上 乌克兰地涅波罗遭到一枚弹道导弹攻击 只见6组共36枚弹头间隔滑破夜空 命中了著名的南方机械厂 有人说这是一枚从喀布斯基亚尔发射场发射的RS-26洲际弹道导弹 但俄国官方却说这是一枚帧数新型中程弹道导弹 以上两个说法到底哪个对呢 另外从现场画面看 这些弹头以6个一组相继触地时 第一至四组的落点位置以此向右移动 而第五六组的落点却是依次向左移动 这又是为啥呢 本期我们就来了解这款机贼的弹道导弹 之所以说机贼是因为它的定义是洲际导弹 而本质却是中程导弹 其型号按俄语念是RS-26 翻译为边界或国界 该弹2006年开始研制 2012年首次试射成功 想当初莫斯科热工研究所研制这款导弹时 可能是想到了将老款汽车减配变新款的方法 于是把RS-24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的三级固体火箭发动机 去掉一级并修整外形 就变成尺寸缩小射程缩短的新导弹 命名为RS-26 可是中导条约禁止部署射程500到5500公里的中程导弹 因此在美国人检查时 这款导弹搭载着掩人耳目的特制轻量弹头飞行了5800公里 被划为洲际弹道导弹 因而规避了中导条约 但搭载正常弹头它就是正宗的中程导弹 如今中导条约已经失效 RS-26的改进型终于脱下伪装 成为奥列什尼克或一座帧数的新型中程导弹 虽然这新型导弹只是新瓶装旧旧 可是画面中6组36枚子弹头依次变换落点 又是如何实现了呢 随着导弹进入太空 扣合的罩子终于脱落 随后燃进的助推火箭也分离而去 只剩一个小型火箭平台和上面加持的6个弹头 这个特大号的六连发左轮手枪 依靠动能继续沿弹道做中段飞行 环顾四周异常寂静 但机动平台却在不停地忙活 原来这里除了有液体火箭发动机 若干滋控发动机以及推进器助罐外 还有制导和控制系统 以及配套的电池冷却计组件等 所以它是导弹的大脑 此时制导系统采集陀罗仪和加速都记信号 并在格罗纳斯卫星定位信号辅助下 结算出当前弹道并和参考弹道对比 然后不时启动滋控和推进发动机进行修正 使落点的员工算偏差维持在100米左右 说话间机动平台已经飞过俄乌边境 接近弹道的末端 只见它的前向发动机集体点火开始刹车 使当前弹道遍离远轨道不断向进处收回 等落点正好移动到南方机械厂内的预定位置时 平台也同步调整到合适的载路公角 并松开第一个母弹头 让它沿着当前轨道坠落 而母弹头则依次释放六个子弹头 它们以大约11马赫载入 靠速度和数量憋死对方的末端反导系统 第二支四组也是如法炮制 平台一边跌火刹车一边微条公角逐个释放 让它们沿各自轨道掉下去 但如果再减速一阵子 机动平台自己也得掉进大气层 可它后面还有更重要的任务 因此启动推进发动机开始加速 使弹道重新向远处伸展 并释放最后两组弹头 所以画面里出现了第一至第四组弹头的落点游远极近 而第五和第六组弹头落点游近极远的现象 这种分导式多弹头缩写为MIRV 主打的就是这个机动平台 它不仅能通过加减速使弹头落点远近移动 还可改变轨道轻角 使弹点分布在两侧的扇区里 因此可一次打击多个目标 弹头扔完后 机动平台的推进器助冠也已见底 只见它调整姿态点火发力 这就是它最后的任务 用残余燃料重新加速爬高 再回到减速前的初始弹道上 直至坠入大气层 目的是废物利用 欺骗敌方的雷达 所以最近有新闻说 目击者看见该导弹掉进了河里 其实就是这个机动平台在作祟 而真正的弹头虽然已超过史马赫 穿透大气层带来了地狱之火 但却是不能爆炸的惰性弹头 可见这枚导弹真的是无比鸡贼 谢谢大家